我們把CAD2D做出來了 然後我會把工作列叫出來 但是要記得再做一件事情 要不然你就先跟我一樣 剛剛都白做 你看 假設我現在隨便切一個 然後我再切回CAD2D 剛剛排的都白排 因為 你剛剛在排 排完了之後 是不是沒有跟他講到蠢 排完之後還要再存 所以我重新再排一次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修改 修改應該在這邊 然後標註在右邊 然後 欸 標註在右邊 然後物件鎖點在這邊 然後試圖在這邊 然後再關定 當你把工具列叫完了 然後也排完了 其實再做一件事情 將目前的工作區儲存 要再存一次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不用打了 因為就可以用選了 我直接把它覆蓋掉 直接把它覆蓋掉 儲存取代 OK 這才真的存起來 所以將來我不管換了誰 我再換回來 現在它就會緊緊貼在那個地方 所以請你再把它 應存一次 好 這工作去存起來 來 試一下 好